欢迎收看凤凰说 最近热播的琉璃 述说的战神轮回之神玄机 与私奉的时事恩怨情缘纠葛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十四郎的小说 琉璃美人煞 在电视剧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 今天凤凰要带大家来看看 原著中有关玄机的一切 以及百灵帝君真正的爱人是谁 还有那些少阳派你不知道的事情 1.百灵帝君爱的人 其实不是玄机和罗后嫉妒 在原著中没有号称师兄这一号人物 百灵帝君致史之中都在天界作者 百灵帝君年纪只有十三四岁 是个风神骏狼的少年 只是他缺了一条左手臂 是当年战神发现这场骗局后 一怒之下作的 原著中的罗后嫉妒 仍是百灵帝君的真心好友 只是没有电视剧中这般英俊潇洒 文字形容他长的是遍体者红 十分猙獰 声音沙哑 不男不女 难听的景 修罗战斗时的模样更是三头六倍的 百灵帝君曾经开玩笑说 这模样太丑了 不如做个琉璃美人吧 当时天界魔戒交战 帝君十分忧虑 罗后嫉妒却不以为意 认为修罗族就是挨打打杀杀 不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交情 只是那些修罗们都骁勇善战 对比只知道弹幕必失的天界神仙 就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所以天界节节败退 百灵帝君叹气说 如果嫉妒兄是我天界之人就好了 当时罗后嫉妒喝醉了 竟然回答 这个主意倒是很妙 可惜我生的这般五大三粗 不似天界人貌美细致 却是因为这句醉酒的玩笑 让他的命运改变了 当时一个天界叛徒 透露了渡过天险到天界的秘密 让帝君认为是罗后嫉妒泄漏了机密 因为他只告诉过罗后嫉妒一个人 虽然罗后嫉妒后来抓到这个天界叛徒 但百灵帝君从此心中生疑 越来越担心天界要被吞并 有一次罗后嫉妒对百灵帝君说 其实修罗并没有雌雄之分 两亲相悦之后便可自行选择性别 如果选择男性 那么容貌不会改变 如果选择女性 七七四十九天后便脱胎换骨 而修罗界的女子 容貌是十分艳丽的 百灵帝君当时随口笑道 到时便换你嫉妒妹妹也可 罗后嫉妒便决定变成女子后 再来与她相会 没想到当天就被帝君给迷婚了 当时百灵帝君拿着笔 在她身上勾勒轮廓 想起小时在天河畔长大 一位姑姑抚养着她 这位姑姑最后化为河畔的青石 再无神事 但百灵帝君此生已忘不了她 总记着她的歉影 百灵帝君常常去天河畅游 其实不过是为了探望姑姑化身的青石 百灵帝君有一尊 仿造姑姑相貌的琉璃人像 想要照这个模样来做 却不小心被一旁帮忙的神兽玄武打碎了 百灵帝君一边把罗侯嫉妒的心 放进了琉璃盏 却融了进去 再也取不出来 身体碎了 心也拿不出来 听起来像是一个外科医生 动手术失败 最后百灵帝君只好用琉璃碎片作为身体 然后敲碎了琉璃盏的一角作为心脏 成了一尊琉璃美人 以琉璃碎片为躯体 也让玄机的身体到处都是伤疤 说到最后 百灵帝君爱的其实是她记忆中的姑姑 玄机只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相貌 才会让百灵帝君对她青睐 原著中的罗侯嫉妒从来就没有苏醒 也没有和玄机合体 当百灵帝君在天地和众人面前坦白一切时 百灵帝君捧着琉璃盏落泪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突然琉璃盏裂开 冒出无才的火焰 包住了百灵帝君 百灵帝君最后轻轻笑道 我这边去了六道轮回 重新走过一遍体悟大道 百灵帝君就这样走了 原著中的罗侯嫉妒并没有选择宽恕 而是选择让两个人一起消逝 因为罗侯嫉妒的个性就是快意恩仇 他和玄机并不同 玄机才会选择宽恕 而玄机已拥有了自己的性格 和罗侯嫉妒已是全然不同的人 在这一世 玄机有许多在乎的人 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二 玄机的那些事 将来如何变成玄机的琉璃美人 玄机之所以叫做玄机 是因为罗侯嫉妒本为煞心明 天界的后土大帝认为 既然转世轮回 就是从头来过 将来如何变成玄机 所以帮她改名为玄机 她的命运如何 由她自己决定 玄机和玲珑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原著中当年罗侯嫉妒是被改造的 所以投胎后的玄机刚出生时 全身各处关节也有着明显的血红胎记 乍看很是吓人 长大后才渐渐变淡 而他们的娘亲叫做何丹萍 仍然健在 组长们中年得女 对这对双胞胎女儿甚是疼爱 玄机和玲珑是双胞胎姐妹 长得很像却略有不同 玲珑身的较为耀眼 相貌艳丽 玄机则是清新淡雅 是个琉璃美人 玲珑的个性浩大喜功 爱出风头 玄机则是怕事怕麻烦 恰好相反 玲珑自小聪颖 是男玉的奇才 年少就继承了师娘的神器 断金剑 当时玄机却连套全都不会打 在原著里 是影红师叔当了玄机的师傅 是他看到了玄机性子单纯 或许是快练武的好料 而将他收入门中 训练他拥有一身好武艺 影红师叔在原著中 是个厉害角色 武功高强 手段厉害 当年是少阳派的掌门人后选之一 在原著中 主角是玄机 是一个以女性角度为主的小说 说明了他历经一切后的感悟 但是电视剧中 琢磨较多在他和司奉的感情 三 闽言和玲珑的那些事 闽言讨厌玄机 玲珑爱巫童 六师兄闽言在电视剧中 是一位很照顾玄机的师兄 但在原著里 他从小就不喜欢玄机 玄机没有六师 所以常常面无表情 闽言觉得和他在一起太无趣了 他就是喜欢玲珑天真泼辣的模样 闽言因为是闽自辈男弟子中 辈分最小的 所以才被分配到为玄机送饭 但是原著中的闽言 不但偶尔忘记送饭 还曾经偷偷吃了玄机的糖醋排骨 半点不是个疼爱玄机的师兄 不过闽言对玲珑的感情仍然深重 原著中没有花药的出现 玲珑的魂魄最后是闽言偷回来的 而二师兄被天虚堂谋害 巫童更叫闽言把躯体送回少阳 所以厨长们才齐的将闽言逐出师门 不过闽言毕竟是从小捡回来养大的孩子 又错的无辜 故事最后厨长们也将闽言重新收回师门了 玲珑被救回来后也和小六子修得圆满 但玲珑曾经和玄机难过的说道 他白天虽然想着小六子 可是每到夜晚他总会想起巫童 他恨自己这样 玄机和思凤谈起这一段事情时 思凤竟然说闽言心里是不是只有玲珑 我不清楚 但玲珑心里一定不是只有闽言 思凤认为闽言对玲珑来说 是表层最好的选择 一起长大亲媚竹马 互有亲翼 表层就是跟随着理智走 可是理层的心却不受控制 或许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玲珑对巫童产生了异样的情感 他的理层或许真的喜欢巫童 表层和理层的冲突成为了自己的心病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够解决了 如果玲珑因此喜欢上巫童 这样的情节对玲珑来说是有些残忍的 所以电视剧中仍然将巫童描述的 比较像是玲珑的噩梦 四 少阳派的那些事 厨掌门没那么纯笨 少阳派除了守阳峰的厨掌门外 还有续阳峰的浩晨师兄 以及小阳峰的除影红师叔 为什么少阳派有这么多疯呢 千年以前少阳派本来有七疯 各成一家 形同散沙 500年前宣源派如日中天 开始并吞各派 少阳七疯因此同气连之 合力击败了宣源派 因此少阳派和宣源派 其实是有过节的 不过宣源派的人 品性确实有点问题 原住里宣源派被天虚堂攻下后 有一些门人后来加入了天虚堂 后期还配合天虚堂攻打浮育岛 不甘心只有自己一派被灭 非得拉上四大派陪葬 剧中有趣的沾花大会 原本是少阳派七疯的自家鄙视 后来才改为五大派的鄙视 至今已搬过上百次 胜者各派都有 浮育岛和黎泽公 则是近两年风头最盛的派别 沾花大会其实不只是场比武 多亏者更要在战胜各派年轻弟子后 去逗一只事先抓好的大妖魔 因此最后真正沾上牡丹花的人 古往今来不超过十人 玄机的爸爸处长们 过去曾经是沾花大会圣者 当时以年纪最小的姿态多亏 武功是很厉害的 原助理的处长们 不像电视剧里那般蠢笨无能 甚至不反对玄机和斯凤的关系 他认为斯凤出自名门 仪表堂堂武功卓绝 更是照顾自己的女儿 所以是看好他们之间的感情的 当玄机的母亲知道斯凤是妖时 曾说他是妖 我们的女儿泽科与他一起 处长们说妖倒也没什么 依我看玄机的来历也是大有古怪 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的中肯啊 玄机虽然是天界战神 却可也是妖怪的头头 魔杀星转世呢 今天凤凰的解说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于原著中 其他人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收看相关影片